第五百七十四章 书院落成 众人尴尬恶然的目光中 轻目瞪眼骂道 死小子 你屁痒了是不是 他头上磕破的地方还疼着嘞 这就又折腾起来了 就算你再机灵讨喜 说话也得看场合 不然人会说你没家教 刚才二皇子没罚他 乃是看在周夫子的面上 换个人只怕立时就要打板子 官府的威严岂能容忍随意见他 黄豆缩了缩脖子 无辜地说道 我是怕爹和姑父吃亏 你想 他们是当官的 咱们请当官的吃饭 送当官的东西 人家说咱们贿赂来 回头玉石又跟皇上告状 咱们赔了韭菜还倒霉 这不跟仙头的事一样了吗 轻目和怀子想了一想 可不是吗 他们开酒家 学子们来吃饭还得付钱 就这样都被人给弹劾了 要是他们请二皇子这些人吃饭 那玉石会不会说 因为他们贿赂了二皇子 所以这案子才得出这个结果 黄豆见二人犹豫 心里十分得意 他心里的气还没消 就是不想请这些人吃饭 尤其是那个前大人 所以才搜长瓜肚的 想了这个理由 这亏得平常游戏玩得多了 他又是个喜欢捣巧的 葫芦和板栗 总是限制他一堆条件 其中就有不许贿赂 不许耍赖 二皇子忍不住笑了起来 觉得这娃实在是有趣 他伸手捏捏他的脸颊道 好 本殿下也不让你为难 这堆饭就自己掏钱 反正又不贵 那不成了 殿下这菜不能卖便宜了 不然 不然玉石又要告状 得卖的跟吉尚一样贵 他就没话说了 众人皆错愕 瞅着这玩了一副认真的模样 不知他是真担心被告呢 还是舍不得请客 毕竟先前躺审时 听出他是很节省的 二皇子身高马大的 觉得低着头有些难受 黄豆仰着头也费劲 于是俯下身 双手插在小娃的叶下 将他举到面前 跟他对视 他就这么举着小娃 让他两脚悬空 等着他吓得哇哇大叫 不过他注定要失望了 黄豆就跟个猴儿似的 两三岁就会爬树梢 怎么会被他吓着 你故意的 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 才不是嘞 有钱是我干啥要生气 你在报复我们 才不是嘞 你是皇上的儿子 我八戒都来不及 干啥要报复你嘞 我也是没法子 真不能请你吃饭 回头 回头玉石晓得这事 不又得写折子 皇上又得派人来查 你们又得花许多银子 我也是为你们好嘞 二皇子听得将信将疑 周夫子等人都知道 黄豆那财迷的性子 见他明明两眼放光 还做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实在忍不住 笑得前腹后腰 周夫子白手笑道 哈哈哈哈 罢了罢了 这顿饭老朽来请 而殿下轻易不来 这山野之地 老朽就做个东道 亮那玉石也不敢弹劾老朽 二皇子方才知道 被这小子算计了 急忙笑道 这如何使得 父皇本就让我带他 探望老大人的 自然该我请 说着话就相互牵然着落座了 皇夫子笑骂黄豆道 你说过的话不算数 就算不能请二殿下他们 也该请我们这些人才是 苏文青也道 是啊黄豆 你可是说过这话的 顾云等人也附和 黄豆大方的挥手道 你们就不用给钱了 我说过的话 一转算数 青木瞅着这小子生闷气 觉得自己快管不住 这个儿子了 于是瞪眼喝道 当然等一请 回去把你攒的银子 拿来付账 不然你当着是你一个人的酒家里 这里边还有你姑姑的份子 黄豆不一道 要是我刚刚没说话 爹和姑父不就白请他们吃了 就算付钱也便宜得很 如今跟急上卖一样贵 那多出来的银子可是我正回来的 请书院老爷们吃饭也够了吧 要不咱们算算 众人哄堂大笑 秦园见青木脸都黑了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几个小的却身以为然 不过见爹板着脸就没敢开口 黄夫子吹着胡子对黄豆道 在外别说你是老夫弟子 忒丢人了 黄豆不服气还要对嘴 被青木一瞪眼 是以葫芦板里他们带着他出去了 笑一笑可以 再由他胡说就失礼了 小娃儿们出了酒家 在田间道路上牵出了一长串 往镇着去 这路也是被修整过的 全部用三尺长半尺宽的枕木 铺出一条栈道 一直通向镇家门口 便是下雨也是干干净净的 葫芦和板丽觉得黄豆尖立了功 不过不该对钱大人说那样的话 那真是太危险了 于是一边走一边跟他掰着道理 可是黄豆真是恨上这个钱大人了 愣是觉得自己没错 他见所有人都在说自己 那嘴巴翘得能挂油壶 到镇家后 见了娘和姑姑奶奶 方说起先前的情况 菊花是因为不放心这事 才会娘家等消息 听完板丽的叙述 刘云兰气得要揪黄豆的耳朵 可他就要临盆了 身子笨拙 被这小子躲开了 菊花见黄豆一副不知错的样子 叹了口气 将他揽到自己的怀里问道 你可是觉得 加着官司能赢是你的功劳 黄豆嘟囔着嘴 咕弄了两句话 菊花也没听清 菊花震色对葫芦和板丽道 菊儿这事 要不是周夫子他们 还有许多学子在场 你们以为这样简单就能了结 我跟你俩说了多少回了 官场上的事儿黑着嘞 啥不择手段 匪夷所思的事都能发生 别说这事也算个由头 就算是咱们一点错都没有 要是人家成心 往你头上扣屎盆子 你照样逃不了 颠倒黑白的事情多了去了 有时候真相并不重要 葫芦忙道 那个二皇子看样子很英明 他 那也不能大意了 你以为每次都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要是这回 只有那个前大人单独审着案子 咱们这边也没有周夫子他们监察 你想想 会是啥结果 葫芦心里一冷 神色黯然 菊花继续道 看来 二皇子心里本来就有定论了 毕竟他们先查过了 又有周夫子他们在旁听着 就算黄豆不去也是这个结果 没听夫子说吗 他在哪吃饭拉屎 谁也管不着 这前大人也是个不知趣的 二皇子在称量他嘞 他这官算是当到头了 板里笑嘻嘻的说道 嘿嘿 娘说的咱记住了 下回小心些 菊花瞪眼道 还吓回来 这回的事还没完 这回的事还没完 你们快带黄豆过去认罪 不然眼下虽然没啥 要是哪回有人瞧你小树不顺眼 又把这事拿出来说 就是老大一个把柄 我正好烧了蝉勇和老黄狗 他们这样的人 怕是没吃过这玩意儿 你们就说 娘让你们送菜去 再跟黄豆一块 给那个前大人磕头赔罪 磕得越重越好 接着又吓唬黄豆一番 刘云蓝又呵斥道 死小子 赶不去 接上屋 甭吃饭了 这小子才怕了 急忙跟着葫芦板里 又去了田上酒家 马小六提了个篮子 跟在后边 于是二皇子等人 先是进了两盆 从未见过的菜 油炸枝鸟和红烧山蛙 枝鸟香酥脆辣 还带了点酸甜 那山蛙肉质细嫩 也是很爽口 他吃得高兴 故意嘲笑道 这下可让小黄豆破废了 黄豆却不说话 对着他和钱大人跪下 各磕了三个响头 再抬头 额头上已经血乎乎的一片 板里和葫芦也是如此 并把请罪的话说了 青木和怀子一见 立即拉着张大栓和郑长河 也跪下了 众人都抽了口气 按道这几个玩儿 真狠啊 也不怕疼 钱大人恨极了 他可不就是打着这主意吗 就算他不提 自然有人会弹劾张子义 谁知张家连女人都狡诈无比 竟然转身就来请罪求发落了 真是一家子大小 都阴险狡诈 二皇子满脸信尾 心道张家人果然谨慎 这是怕将来秋后算账呢 他对他们这狂轰之态 十分满意 再看看周夫子和黄夫子 索性送个人情给他们 将这隐患给除了 于是言道 也好 本殿下就一并发落了吧 念你们年幼无知 就不打板子了 板栗和葫芦 罚超我大禁律二十遍 黄豆 你可有读书 读的是哪本书 黄豆头上疼 含着一泡眼泪道 在私塾学的签字文 跟夫子学的论语 跟姑姑学成语故事和算账 学得真够杂的 二皇子心想 嗯 谢你半年内 把签字文和论语备会 然后各抄十遍 张怀 等他们完成了 着人送去京城 本殿下要亲自监督检查 张怀和亲目大喜 磕头谢恩不提 二皇子呼见前大人冷笑 想起一事 眼中一转 又道 俗话说 子不叫父之过 你二人 一难逃 教导不利之责 回头各领十大板 方人 你来读行 旁边一张桌上的一个官员 急忙起身答应 前大人 不敢置信地望着他 这一打 不就没事了 刚才为何不乏 二皇子 眼瞥见他那神色 傲然不理 这狗才 当着本殿下的面 就敢颠倒黑白 当本殿下是个窝囊废 来当百事来了 皇夫子和周夫子 均含笑点头 这时 黄豆忽然哇的一声 响亮地哭起来 他想起葫芦先前说的话 石板子就能把人打得死翘翘了 那爹和姑父不是活不成了 这回他可真是又悔又怕了 大家都有些莫名其妙 只有葫芦明白三弟被他吓坏了 忙拉着他出去解释 板栗听了进来陪笑道 黄豆是担心爹和姑父被打死 二皇子呵呵笑着 对亲木的人道 就该这样 不然他小孩子不知轻重 心里没个畏惧 并非好事 亲木忙躬身硬事 此事结果不提 但他和张怀挨了板子回家 黄豆又哭了一场 红娇也愧疚不已 不敢置身 他是女娃 因而没被罚 可这祸事也有他一份了 隔天就是书院 落成开张的日子 一大早 山上山下都是人同有动 张家菊花一边帮小葱打扮 一边问趴在躺椅上的张怀 你今儿不去了 张怀道 不去了 我怎么着也得躺两天才像样 羊子咋还没回来 有事耽搁了 朕说着 板里跑进来道 爹 娘 小首回来了 说小叔直接去书院了 来不及回家 等晚上再回来 怀子忙挣扎着起身道 就忙成这样了 一面和菊花出去迎接 板里忙上前去扶着他 菊花牵着男装打扮的小葱 往外走 一边对板里道 待会儿跟葫芦锦儿他们把弟弟妹妹都看好了 别只顾得自个儿 小葱 你不要一个人乱窜 跟着哥哥一块儿 小葱猛点头 娘特意把他打扮成男娃去瞧热闹 还说等他大了就不能乱跑了 往后村里来往的书生多了 得避嫌疑 所以赶紧趁着年纪小 好好的看看 二门口 曹氏正跟抱着南瓜的和事说 下人们从车上往下卸东西 又是箱子 又是包袱 又是篓子的 摆了满满一地 曹氏见了菊花十分高兴 寒暄见李璧 才说衙门里忙 所以他们来得匆忙 连夜赶路 今早才到达 二老爷就直接去书院了 让他先过来拜见爹娘 才说了没几句话 板里就催道 娘 小婶子 咱们先去外婆家吧 到那儿你们再说闲话 南瓜 来 哥哥背你 南瓜牵着小葱的手 扭了扭小身子道 这个哥哥背 把众人给逗笑了 和事大嗓们乐道 哈哈哈哈 这是姐姐 不是哥哥嘞 南瓜愣愣地瞅着小葱道 是哥哥 菊花笑了 对板里道 你小手才来 怕是累坏了 我们就不去了 反正就算去了 也不好去瞧热闹的 你自带着弟弟妹妹去吧 我让你黑皮书 严师傅 朱师傅 跟你们一块去 板里点头 跟小葱 牵着南瓜出去了 这里朝市微笑问道 红家和山芋呢 合适道 昨晚就没家来 在他外婆那睡了 我们下一个优优独播 我请在电门上 下一个优独播 我应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